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离得这么远 这干着急有什么用啊 行 我知道 我给她打电话 哥 我姐怎么了 你姐她在广东找不着赚钱的门路 这四五个美美都回长青了 现在就剩她一个人在东京待着 喂 小张 咱们去广东的车什么时候走啊 来喽 职方同志 为了我儿子 你也得多吃 来 老爷去你到晚儿子人去的 要再说儿子 我呢 我就不吃了啊 你现在是咱家的活祖宗 你可不能不吃啊 来 我听说 嫂子她们人都回去了 就剩她自己的 我儿子回长青她也不肯 要是住咱们家她也不肯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至少咱联会儿告诉我哥 嗯 现在就看我哥怎么办了 嗯 嗯 说 好多啊 我有个主意 特别好的主意 咱联合跟嫂子开诊所 办诊所啊 爸 没有几十万 你根本就开不起来 你没想过啊 嫂子手里攥着五十万的现金 投不出去 她多着急啊 咱联合办诊所 她出去 咱出技术 咱也算帮了她呀 多好的折啊 好主意啊 小姐 别出搜主意了啊 上回你想赚她们钱 结果弄走她们的嫂子 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戏场经济的啦 你没发现 我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赵明我罚你 特别不要脸你 好主意啊 表婶儿 表婶儿 怎么是你啊 哥 你半天了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知道不知道家里都着急啊 你怎么那么大胆子 你知道我怎么说你啊 我看你再跑 真行 你也不害怕 什么事这么着急叫我来 嫂子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没什么打算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也不会回去的 合同我都签了 我就不信 在这边进不了窗口 没错 嫂子 我最近啊 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 我们俩商量半天了 咱联合办诊所 私人诊所 怎么样 这是我俩专业 对啊 到时候我俩做诊 你管唱啊 没错 你不是会计多好的事啊 我们有专业您有资金 这多好啊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那 手续呢 手续呢 应该好吧 咱咱咨询一下 现在有私人诊 有有有 考诊过了 生意都还挺好 我越想越高兴 真的我越想越高兴 这完全是个好事 好项目啊 表姑父 你看我的事 要不 我还真是 要不 然后到底 都说办这诊所 办起来一会儿 那还有段时间呢 那要不然桂花跟着我吧 我有了 你先在家里头 住着 是吧 白吃白住 那多不好啊 还是让我干点啥吧 没事啊 你 那个 帮着你姑 打理一下家务 是吧 姑父说好了啊 不给工钱啊 那没事 我们诊所办起来 那个 你再到那儿打工去 谢谢表姑父 谢谢表姑 谢谢表婶 你愿意啊 我愿意 我当然愿意了 给你们倒水 好好好 那现在就开始锻炼吧 有希望的生活 是灿烂的 因为它能让你 忘取眼前的痛苦 而广东 是姐唯一有希望的地方 她忙着寻找机会 忙着取舍 忙着抓住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小月 是 你怎么来了 想你了 就来看你们 我怎么没有一股猪啊 我就是送猪进广东来了 是为了自己也送来了 你怎么就住这儿啊 这是他们堆杂物的地方 这儿不是挺好的吗 才说为了省钱呢 也不能住这儿啊 下雨漏吧 你别操心我了 跟我说说 说说你也行 说说小银也行 我们都挺好的 住家里 饿也饿不着 冻也冻不着的 你看你住这地儿 挺好的呀 人住的 我这住得挺好的 怎么不是人住的呀 我也没冻到也没饿着呀 那说说你们怎么样 对 上个星期啊 去小影他们学校 看他们演出 你别说小影 又唱又跳的 演他挺好的 又唱又跳的 也就是你觉得他好 不是 说真的 你等有机会回学校 看他们演出呢 我可想回去了 但是小影啊 吃亏就吃亏得没文化了 他要是再提高提高自己的文化组成 没准啊 这条路还真能走一走 我就愿意让他学文化 又唱又跳的 不是什么好事 学文化他也能学得进去 这点随你了 怎么是随我了 还不都是你惯的 我怎么看怎么觉得 没问题啊 他怎么就说尺寸不对呢 他能对得了吗 来来来来 你看 我刚才量了 这儿 大了三个丝 这儿 又小了那两个丝 他一出一进的 他能套进去吗 套进去我都成鬼了 这图纸都没问题啊 你看 阿美啊 这个哪找的这个静人 不灵啊 我觉得奇怪啊 你不是一个学医的吗 你怎么对机械那么熟啊 这你不了解啊 我上大学的时候啊 那个我就想多学点东西 除了修满了我自己专业的学分 我还特别喜欢这个精密机械制造 五年课程 感情我捡了一个宝 有眼无珠 干脆想 有名 来我厂做 我给你做技术总监 怎么样 你拉倒吧这 我帮帮你还行 这我医院还一大摊子事呢 那也是啊 那你说现在那该怎么办啊 只能是从画图纸 从做模具 推导从来 好 最近你呢 你赶紧画图纸 我找人做模具啊 这画图纸怎么又充火的事了 能者多劳吗 王师傅 你过过来 整个模具啊 没错 哥 哥 回来了 怎么了 哥 我们发的香港那批货啊 人家不收啊 肯定不收了 现在这质量有问题 怎么收啊 阿拉我给你个建议啊 咱啊 步子先放缓点 你你先把这个质量 咱搞起来 无论是国内市场也好 还是国外 质量有了 市场就有了 是吧 对 我们就听赵总工程师的 好 我们称赵总工程师 东工程师啊 东工程师 可不是吗 买吵醒了 干吗去了你 我给你订一小桌子 以后吃饭啊 就别放那破纸箱上了 一经眼就找不着你了 干吗去了 干吗去了 弄订桌子材料 来买早点去了 吃饭吧 来 坐 好 一会儿再给你订俩小凳子啊 坐着就舒服了 志平啊 我真是想你 想家 想回去 可我现在不能回去 来建窗口 还没挣着钱呢 还没挣着钱呢 倒赔了钱了 你不能总往坏处想 你得往好处想 现在 这么好的机会 你要是在这儿 挣了三万五万回去 那多好 我就怕把这五十万都赔了 不会 肯定不会 就算都赔了 这事我也想过 大不了你回长心去吧 咱跟局里签的合同 咱得赔二十五万是吧 我算了 退休之前 咱能把这钱还给局里 我哥在广东 陪了我姐整整一个星期 每天陪她说话 给她做饭 在哥的呵护下 姐为了哥 为了家 她豁出去了 阿文 我又不打电话 赵小明 这个电话是买来给你的 这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不能收 不能收 你怕她话费贵是吧 我告诉你 话费厂里都报销 全报 不不不不不 阿文 我求你了 我真不能收 这这太贵了 永明 我的厂从小半到大 你出了不少力 我送你一个手机怎么了 你要是不收一下的话 我将来 有什么困难 我都不敢找你了 赵医生 你这收下 我哥他也是一片好意 是啊 赵医生 收下吧 好 那阿文 我恭敬不如重命了 嗯 我也有自己的大哥大了 喂 喂 人家 人家都这么打啊 喂 喂 都这么 有电话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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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下 真好 阿文 阿文 从今以后 我无论是在医院 还是在给人做保健 还是炒羹 你给我打电话 我随叫随到 这个手机 我就为你二十四小时开着 好 就为二十四小时开进 干杯 来来来 谢谢谢谢 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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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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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姑 你怎么了 坐会儿 坐会儿 哪儿不舒服啊 我是不是要生了 要生了 不是说要过几天呢 快拿东西 那我给表姑打电话 快拿东西去医院快 那表姑 你拿手 你怎么了 有你这句话 我踏实了 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跟你商量 您说 我想请你来我的厂工作 您 您说什么 张晓明 咱们都是兄弟了 看你这么累 你不觉得我都替你难受 你想啊 白天在医院上班 晚上来我这里炒羹 半夜还得出诊 用广东话说 有命丸 无命香啊 这 这话什么意思 你有命挣钱 也没命享受啊 你这么辛苦 挣不了大钱的 来我共产干吧 从小干到大 你一手一脚的最清楚了 将来怎么样的发展 你也看得一清二楚 来我共产干 前途无限光明 你愿意来 我给你当厂长 我 我 我当什么 厂长 我 我 我脑子有点乱 我 我 我想想 永明 像你这种既懂技术 又懂管理的人才 我们常很缺 虽然社会上也不是找不着 但是 赵明 我觉得你 叮咚 马上让你不做医生一下 很难接受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三年的工资全部预付 只要你答应十八万 马上是你的 你还疼 我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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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去 好 为了赵厂长 干杯 干 干 来来来 干 好 谢谢 赵永明这会儿能跑哪儿去了呢 单位也没有 家也没有 跑哪儿滚混去了这会儿 这 她可能是有急事呗 这脂肪都要生了 还能有什么急事 别这样还急 我总说我吃饭跟他到这儿来 没好人做 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别说他了 赵大夫您可来了 您老婆快生了 真的 是 进产房了 刚刚进去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小明 哥夫 哥 您怎么来了 去哪儿呢你 我跟朋友谈事去了 这都什么时候啊 你还跟朋友谈事去 我不知道啊 我 这脂肪戒都要生了 还有什么事啊 今天要没鬼关就得出事 金医生怎么样了 赵医生啊 恭喜你 剩那个仔啊 我当爸爸了 脂肪怎么样 脂肪怎么样 放心 放心 很好 很好啊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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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好了 我当爸爸了 哥 你当舅舅了 舅妈了 谢谢嫂子 哥 谢谢 谢谢 咱们头发怎么这么心啊 来 你干什么啊 哥 你说你来了 也不通知我们医生 要不是你生小孩啊 你哥还都不来呢 这 我儿子长得像我 你看你大眼睛 将来肯定有出息 你觉得像志芳 谁说的像我 像你像 就是心思别像你了 就得像着钱了 你看你真是 哥 看在你外甥的面上 就原谅我吧 不原谅你还能怎么着啊 名字起了吗 大名还没起 小名起了 叫老东的东 东东 对 东东 你好 对了 我听你嫂子说 你们想一起 开一个诊所啊 好 我看挺好 都是自家人的事 能过些日子 你们再一块儿好好商量吧 老婆 你放心吧 哥 老婆 您好了 你尝尝跟你头盔 我尝尝 我尝尝 你尝尝 老婆 不错吧 什么不错 这太好了 老公 对了 那个拳击手套 还有那个头盔什么坏的 你拿货的盆子 我知道 真信我都带来了 你怎么能用针线呢 你扎手怎么办 用胶布一贴就行了 我先用针线缝 再用胶布贴 这样可以用得更久 你知道吗 我老太不过日子了 真不错 一秒 看下去 好 来 我去拳台看一下 太棒了 小心点 老公 真好 老公 就跟咱们学校的拳台 有一拼 老公 那你以后就好好发挥吧 这就是专业拳台 老婆 明天 李林拳击班就要开班了 你就等着数捡吧 不是 走走走走 老公 你说 咱们四人半班 会有人来吗 要没人来的话 这么大一场地 这么多租金 咱们你的工资可不够 老婆 你就放心吧 你说这么好的场地 还担心没有学生来吗 再说了 就凭咱们是北京体育学院 这块牌子 也会有学生来报名的 并且都挤破脑袋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老板娘 我就是你的兵 你说话我得听 你说医 我不敢说话 你放屁 不敢吭声 讨厌你 钱都在你这话呢 讨厌 儿子睡着了 多可爱 志望 让你看一下东西 叮叮叮叮 大哥大 拿谁的呀 我的 龙家文送给我的 能打吗 当然能打了 打打打 那我给志望咱们打一个 好好好 绿的 对对对 那个 就是拨号 就一分钟 一块多钱 多少 一分钟一块多钱 那我不打了 太贵了 这不抢钱吗 你比我还够蛋蛋蛋蛋 不打了 这龙家文怎么送你这么贵的东西啊 他是不是想让你每天晚上都去帮他忙啊 不是 他想让我把医院的工作辞了 跟他干了 赵明那可不行 咱们宁可钱少谢 也要给国家这个大老板打工 给私人打工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啊 万一他厂子倒闭怎么办 他把你开了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 是 所以说我 我当时就没打听他嘛 我说回来跟你合计合计 你不知道 当时真是把我给惊着了 他要把三年的工资一次性给我 你知道多少钱 十八万 又差点心动 可是后来我仔细一算呢 也就是每个月合五千来块钱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得跟我老婆商量一下 再说 咱不是跟嫂子还想办诊所呢吗 这要是跟嫂子把那个诊所办起来 咱不就当家作主 咱自己给自己打工了吗 对呀 跟嫂子不都说好了吗 嗯 这样咱们一家人就能在一起 说不定将来我哥呀 也能过来呢 可可可心真痒痒呀 我没见过那么多钱 咱再合计合计 这绝对不行 你说我跟永明办诊所的事能行吗 我觉得行 你能力强 永明和职方医术友好 没问题 来港中这么长时间 也没找着能干的事 要说办诊所 我这心里还真有点拦股 你说打什么股 但是就一点 你说你拿局里的钱把私人诊所 局里会同意 当时跟局里签的合同是 我有权利决定项目的 反正到时候把钱也都是交回局里 你要是把五十万给赔了 你会怨我吗 别瞎说 你回答我 不会 我永远都不会怨你 我永远都不会怨你 是这样的 信服吗 不得了 你别听说 你不愿意 来 进去看看 怎么样 这房子 阿文 你又买了套新房 是啊 这花多少钱呢 是啊 是啊 别管道歉 觉得住着寒不寒颤 这是富人才能住的地方 就是 阿文 阿文 永明 从今天开始 你住 叮咚 这是房钥匙 你看 这是房本 上面还写着你和志方的名字 这套房子是卖给你们的 永明 跟我一起办厂吧 这个厂你来当厂长 这套房子 是我的一点诚意 你跟我干连续三年之后 给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怎么样 好了 我先走了 你们进去看看房子 好 走 走了 明明 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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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不是做梦了吧 是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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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么大的房子 这全套家具 还是全套电器 哎呀 这才多大人情啊 啊 是啊 这龙家味够狠狠 这龙家味够狠 为了诱惑我上他场子 吓多大血味啊 是啊 哎 不行你还给他吧 不不不不不 那哪行 这这这这您实在担不了 干嘛 啊 房本上都是咱的名字 咱是户主 咱是房主 你 这人情太大了 这凭什么呀 我给他好好干不就全有了吗 太太棒了真的 是好啊 当然好啊 老是茶吧 哎 至房 我决定 辞职 可是你的工作要是丢掉了 得多可惜啊 那有什么可惜的 哎 咱俩来广东的时候 你不愿意是吧 事实证明 我是对的吧 对不对 你再听我一次 没错 我觉得啊 今后 个体老板啊 会越来越多 国家政策不会轻易变的 你放心 我好好地跟龙家文干上几年 他不是说 我给他干满三年 就给我百分之五的股份吗 嗯 对不对 股东 股东 嗯 陈志峰 给我倒杯茶 我找着那个 那夫人的感觉了 我觉得 赌一把 赌一把 行 那这次 我就再听你一回 今后 你干个体 我干国营 你要是失败了 还有我盯着呢 乌鸦嘴 呸呸呸呸呸呸 花那么大本钱 值不值啊 你不了解赵明 他是个办厂的料 管理技术 样样都比我们强 再说了 我说给他股份 是三年以后 等三年以后 我们厂做大了 也应该给他发财啊 要是两年以后 我们的厂子 他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干 那个时候 说给他股份 不就说得等于白说 可是 不用可是 就这么定了吧 你出去吧 这些都是办私人诊所的政策 对了 规计证最近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那开私人诊所的前景好吗 还可以 如果技术好 医生好 就能办好 是吗 有时间里面可以去了解一下情况 这我们能拿回去看吗 可以啊 好 谢谢 那我们走了啊 谢谢 谢谢 好 再见 我媳妇就是能干 能把饺子皮 擀成三角形的 这还可以啊这个 是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太可以了 一会儿哥嫂他们来 千万别跟他们说 知道 知道 可是办诊所事怎么办啊 是你提出来要和我嫂子一起办诊所的 现在你又不办了 那我哥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 这样 一会儿哥他们来 你主要的责任 就是陪他们聊家常 什么也别说 就完了 好 好 关键是我在我哥面前就不会说那假话 那我哥要是问起办诊所的事 你说我怎么说 那你就说你不知道不就完了吗 你说这事是永明办的 真是闹心 别烦 这样 一会儿啊 哥嫂他们来啊 我找个机会 单独的跟嫂子聊聊天 把这个办诊所的事啊 好好跟他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而且我保证 让他不跟大哥说 你就缺德吧你 我我又怎么了 不要动那歪心思 那五十万是你的吗 你老惦记这五十万 你什么屁事啊你 我 不是也是为这个家好吗 行行行 别说了事为家好为家好 别跟我说话啊 包饺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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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猪拳 这就是传说中的百拳 这就是传说中的猪拳 大家好 知道 知道阿里吗 知道 知道泰森吗 知道 知道霍利菲尔德吗 知道 他们都是拳王 你们想不想当拳王 想 这里 就是你们想要实现 梦想的摇篮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 你们到这里来 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 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同学们交好 反正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大家了 谢谢 谢谢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你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我 有一些人还不认识 那么我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李林 木子李 双木林 是北京体育学院拳击专业本科毕业 咱们常兴我是第一个搞拳击的人 经过北京体育学院的呢 除了我以外 这是我老婆陈志华 她在北体练的是乒乓球专业 我们欢迎她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里 那我现在给大家分享班 九岁以下的是小班 九岁到十二岁的是中班 十二岁以上的是大班 下面呢 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上课的时间 大家欢迎 我去了卫生局打听了一下办诊所的事 非常可行 我写了一个办诊所的计划书 你看一下 嫂子 您也太利索了 不是我的专业 反正多下一点光复呗 嫂子 我 我有件特伪难的事 想跟您商量 什么事啊 您别生气啊 志望 周云目前很困难 你们可得帮她 她到现在都没有找到赚钱的门路 这四五和妹妹都走了 她全凭一口气在争着 你们一定得帮她 哥 那嫂子现在都这样了 你怎么不让她回去啊 她你又不是不知道 死要面 她说出来的话 就一定得做到 当初之所以来广东 就是因为局里有人讽刺她挖苦她 到目前这时候 我就得支持她了 就算帮不上忙 也不能脱到后台脸 平时我们总说亲人亲人 可什么是亲人 就是能陪着你受苦受罪 受委屈的人 周云现在确实很困难 哥又没法待在这儿 所以你跟永庸一定该帮她 那当然了 哥 你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尽力帮助嫂子的 有你们在这儿 我也就能安心地回长青了 是这样的 那个龙家文您知道吧 她 她非 非让我去她的厂子 又给房 又给车 还给大哥大 嫂子 您 您知道 脂肪现在这种状况 也没法出去吵羹去了 我们家也挺 挺需要钱的 我 你今天多跑了几条路吗 不过 这事我不想让志平知道 她明天就回去了 我不想让她被我担心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不会跟大哥说的 我还想逐步嫂子呢 嫂子 我在这儿子 给你介绍几个我们熟的这个大夫 不用了 开诊所人命关天的事 不认识的人又不了解 还是不冒这个险吧 那个 我也继续帮您找着下午 您手里都有资金 咱机会以后有的是 小黄 这么多钱啊 多少 现在有四十七个人报名 然后交六十块的呢有四十一个 交三十块的有四个 还有两个现在是暂时还没有交 我们现在收到的总共是 两千五百八十块钱 两千五百八 八财了 我现在去拿酒当喝酒 好 我做两个菜 高兴啊 妈 你也喝点 我不喝 喝点 我不喝点 我陪你喝 好 我真没想到咱们专注的钱 喂 好 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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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满 好 胖 好 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致平 你知道我最看重的是你什么 什么呀 我最看重的是你愿意为别人着想 咱们当干部的必须具备这种素质 那些整天为自己打小算盘的人 能来再打我也看不上 有人说我 说我什么思想落后 我不管思想落后还是先进 我选拔干部 就认证这一条 所以我就推荐了你 志平啊 老大姐还想跟你多说几句 今后不管你 做多大的官 不管你干什么 一定要多想着 为别人着想 多做点事 少占便宜 明白吗 明白了 长长 谢谢您 谢谢您